进入倒数阶段 总统参选人比民调比声量都还没登记 但中选会却在这时发布着新规定 管理是街头访问还是网路平台调查 现在通通被选霸法纳为民调 因此必须载明调查单位主持人抽样方式母体数等 为载明发布就处新台币10万元到100万元 甚至到200万 这时间就从选举公告发布日到投票10日前 被外界骂fan根本是在变相限制言论自由 比如说以总统的选举公告是9月中就已经公告了 现在已经适用 你怎么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才告诉大家说现在适用 过去很多次的选举都有类似的街坊的民调的这种影片会上线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管这时候才要管 是不是因为赖清德在大部分的街坊民调里面并没有占便宜 挑在这时机才发布规定中选会公告 让人莫名其妙 其中更点明要民众留意遵守选霸法民调相关规定 避免处罚受罚 让国民党基层批谁在制造韩蝉效应不言而喻 因为有很多意见的表达 这都应该是我们台湾民主的常态 不能让民众表达民主的意见而因此而受罚 他其实也某种程度太轻忽了民众或选民的一个自主判断的一个能力 会有一定程度违反比例原则 因为这些街头的访问或者是网路平台的一些调查 它冲击量只是一个意见反应而已 它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民意调查 街坊网路调查一箩筐 过去先例一大堆 如今通通便违规 诚实保障人民参政的选霸法 在中选会操作下现在确成线缩民意的枷锁 接下来林俊峰陈欣以台北采访报道